我們去殷雄港那幾間名店 拿了CCTV來看 證實10月12日 殷雄確實去過店鋪購物 而且在附近街上的CCTV拍到他 之後去了酒店吃飯 家門口的CCTV也拍到他回家的時間 朱凱春是10月12日死的 殷雄全日都有不在場證據 朱凱春不是他殺的 至於趙傑如的死 殷雄有動機,但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 但他做偽證防禦司法公正的罪 就一定要告,暫時讓他走 首先,跟著他的行蹤就行了 是,Sir 何智耀呢?有沒有他的消息? 查過出入幾多久 他沒離開過香港,不知道你會在哪裡 King Sir,有漁民拖網打拿到脫藍絲 又是用真空袋包住 懷疑是何智耀 你會在哪裡? 不行 死者腹部有瘀傷 眼珠有點障出血,死因是窒息 頸骨無裂, 跟趙傑如不同不是勒死 是缺氧死亡 左邊前壓有傷口 是被鈍氣撞擊造成的傷口 頭骨破裂有凝血反應 是生前造成的非致命傷 估計是由手持的硬物撞擊造成 通常這麼大的撞擊 傷口會留下空氣的人痕 很容易看得出, 但這個就… 暫時推測不到空氣 你們把掃描器的畫面過來 我們會再分析 好的, Ivan, 準備解剖 高Sir, 有發言 床室, 跟趙傑如身上找到的品種一樣 看樣子, 肌養吸血 O Sir, 檢別 是, 高Sir 高Sir, 剛驗過何志堯的血型 是B加 跟上次的藏室吸血血不同 稍後跟這隻做比對就會有結果 叫烤鴉 伯父 高Sir 鑽石, 有沒有一卡? Queen 交給我 應該是1.5折兩卡, D-Color 才覺得很精細, 是綠綠面玫瑰砌工 如果是VVS, 甚至IF 市值要超過三十萬 何志祐開珠寶公司 死法和趙傑宜一樣 都是放在真空袋裡頂下去 但是在他衛入面的這顆鑽石 到底又是什麼意思? 你這個賤人殺了我女兒, 我打死你 警察, 別動, 放開我… 放開我, 放開我… 停點, 停點 你瘋的死老爺, 想殺我殺嗎? 殺我女兒?我要你貼命 你哪個眼看見我殺人? 你為什麼要害人先告狀? 是你老婆老公搞你女兒 想你殺掉他們兩個 賤人, 閉嘴 冷靜點, 你想坐牢嗎? 坐牢就坐牢, 我女兒死了 我怕什麼? 阿Sir, 你抓他吧 一定是他殺了我老公的 是呀 早就有人出來, 謀殺他打破仔 我女兒也不用死了 你打過何志祐? 那天在他女兒的家, 我見過她打破仔 連她的女兒的鎖匙也有 我當場火都連了 你這個打破仔, 怎麼教我女兒? 學好三年, 學壞三天 我承擔心這些臭大腿 現在被你殺我殺了, 壞蛋 爸爸 你不搞整間女兒, 怎麼搞我女兒? 別搞搞搞這麼難聽 我和阿瑜是真心相愛的 你這個人說真心, 終於打了會上樹 你騙她是真的? 騙她 你問你女兒吧, 我哪個騙過她? 我更加騙她上床 是她心甘情願走上我衝床上床 你別再說了, 爸爸, 你先走 走吧 靖友, 你的女兒跟著我 你也是著數, 手疏 我還在吊什麼? 別吵了, 別吵了 爸爸, 你們走吧 你別走 這裡我搞得定了 你聽我, 我去報警 我聽… 爸爸, 你冷靜點, 走吧 你這個臭小子 不要, 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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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快點走 爸爸, 怎麼了? 爸爸, 爸爸 走 阿瑜, 我自血了 我走的時候, 女兒還生了 想不到那天 就是我見我女兒最後一面 那何治療呢? 你敢幫她回事, 你肯定她沒事嗎? 那個人打把子, 只是流蚊飯 我走的時候, 在門後面 還聽她駕駛地叫我女兒幫她自血 為什麼我女兒會死得這麼慘? 一定是, 一定是那個女兒殺她的 阿Sir, 抓她吧, 抓她 警察抓人是要說證據的 我知道她都說了 我…我真的沒讓你再幫我女兒做 那也未必 有一件事, 或許你可以幫到忙 我們在何治療的位置裡 找到這顆鑽石 你跟了何慶生父子這麼多年 有見過嗎? 好疵 我是不是我偷掃的 我看那張書 我要說這部更多的 我從前路一樣 我看那種不太多事情 我沒有了 我不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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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故事 。你故事 他父親被殺的案件, 又關他事了 根據趙永壽的口供 當年何慶生死前 被杰匪搶走是首題包學店 除了有二百萬現金之外 還有這一批市值超過五千萬的酒師鑽石 趙永壽說 當年知道這件事的指得他對何慶生 以何志堯都是繼承了遺產之後 發覺爸爸有做酒師生意 於是就迫問趙永壽 才知道有這一批鑽石 因為是酒師貨 所以就算被人搶走 也不敢跟警方說有一批鑽石 這麼多年來, 警方知道的裝物 就只有二百萬港幣 沒錯, 這批鑽石消失了這麼多年 直至趙永壽 憑著這批鑽石獨特的車工不是Clarity 才認出是當年其中的一顆酒師貨 六十六面玫瑰車工Brilliant Rose 在歐美地方叫Leo Cut 是用五十八面車工做機管 增加八個設角面 加強他的姿勢性和反弃性 被稱為完美理想識車工 再加上他的Clarity 是完美無瑕 見過一定印象很難忘 那何志堯為什麼要吞噹鑽石落土呢 他可能是被迫 但未夠證據, 不可以這麼快下定律 雖然未有證據 但我們找到跟兇手相關的線索 我們在裝著何志堯屍體的真空袋裡 找到一隻藏室 經過化驗, 證實這個藏室在死之前 所吸的血液 跟趙傑如真空袋裡 藏室的血液DNA紋合 但並不屬於兩名死者 在何志堯和趙傑如藏室的真空袋裡 有相同品種的藏室 藏室死之前吸過同一個人的血 這些血很有可能是來自兇手的 除了那些血 死者何志堯頭上的傷痕 也是很重要的線索 根據趙永壽的口供 何志堯死之前 是被他用煙灰缸不過阻礙過 好, 我們去了趙傑如家裡搜證 找到煙灰缸 上面有清洗得不乾淨的血跡 證實是何志堯 根據你們提供的煙灰缸資料 我再看回何志堯頭上的傷痕 可以確定死者何志堯的左眼角的傷 是用不同時間的兩次襲擊造成 第一次煙灰缸襲擊造成外傷流血 然後死者再被另一件不明物品襲擊 造成骨裂 這是什麼痕跡? 不止取 不要造成殖命傷 估計空氣未必很重 形狀怪的, 是什麼? 我知道是什麼 有可能是保安壺上面用來開關的壺口扣 我在花店見過陳芯 用了一個重新的保安壺來飲水 上面的壺口扣形狀跟這個傷害一樣 陳芯? 不就是當年因為中環碼頭 何小丑三絲命案而坐牢的蝦條 沒錯 陳芯是當年唯一的生患者 他應該知道有這批就屍鑽石 甚至知道那批鑽石在哪裡 他這麼純悲大哥野豬 會不會知道何志堯殺了野豬 想幫大哥保守? 何志堯的死肯定跟這批就屍鑽石有關 到目前為止, 跟這批鑽石有聯繫 就只有蝦條一個 但是蝦條剛剛才放牢 已經檢查過紀錄 蝦條在十月二十三日出牢 何志堯的屍鑽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 衝上岸 根據解釋結果可以斷定 他死了至少有七天 趙英手在十九日之後早見過他 就是害志堯被殺, 一定是十九日 陳芯絕對有足夠的機會殺人 鋼Sir, 你有沒有留意到 蝦條的保安壺是什麼牌子 什麼樣子的? 我記得那個標誌是 兩個一黑一白的人 中間有個紅色生命圖案 寫著再生同行 找到一個叫做 再生同行協會的機構 是這個標誌, 沒錯 要造成死者頭上的傷痕 材質要有個硬度 內膽類似雙重不秀鋼, 夾成設計 配合Dr.Man的補充 合互條件的保安壺, 總共有五個 中間是黑色的 中間是黑色的 對, 現在是黑色的 這次死者頭上的 我來自行 何智堯被趙永仇 要灰光撥傷之後 再被人容保安壺, 猛烈襲擊 殺死何智堯的真兇就是黑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